不好意思 这块金金 我要定了 你们玉衡风几十年前就破产了 要不是我摩剑锋乐善好施 每年都送几把剑给你们 玉衡风弟子早就无剑可用了 你居然还厚着脸皮 想跟我抢金金 摩剑锋首席弟子居然也有人干扰 还是最穷的玉衡风弟子 这太玉衡风愁了月华师姐 实在是一不知处 这真不好响 那就是啊 这真不好响 我补吃了 真不好吃啊 是啊 早该有人收拾住是他 有本事 先把剑钱补上啊 这位师兄 剑侍摩剑锋造得没错 但那是宗门财产 份额也是由长孝和各封长老定下的 你要临时地还钱 好没道理 你谁啊 哪个疯的 天行风 送天行 天行风 天行风的小子 这种买卖鞋事也要管吗 我在这儿当职自然是要管的 否则不好向师兄交代 拿王林关押我 很好 我记住你了 哦 预恒风一山头的熊 нормально 你买得起这晶晶嘛 我听说这卖家想换一件克制阴雾的法器 你拿不出来 不代表我拿不出来 吹牛谁不会 你当法器是大白菜呀 你拿一个我看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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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这 真的假的 这肯定是假货 这不是真的 这能够是 的确是克制阴邪的法器啊 而且是卖家最想要的 活属性 完全符合要求 怎么可能 这是 三宝琉璃灯 如何 李师兄 可看清楚了 就算你有又怎么样 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 这块金金是我先看上的 你就是再拿出十个宝灯 我也不让 李师兄 万宝楼公平买卖 你休要在胡角蛮缠 坏了规矩 我只知道先来后来的规矩 不知道李师兄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好狗不打道 敢骂我 找死 你不说了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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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请孔师兄 好 哎 大家都是同门 有话好好说吗 闭嘴 就凭他也配跟我称同门 哼 罗神骁见了我都要点头哈腰 大胆 竟敢直呼长老明慧 被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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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仗着有寒冰剑气 可惜你今天遇到的客戏 堂堂老子的雷火剑决 哈阳 来 员 员 呃 哼 员 啊 员 员 吼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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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孔师兄 这位师兄看着一脸和气 没什么架子 弟子们却对他毕恭毕敬 连李淳都不敢造词 看来是个厉害角色 他是执掌万宝楼的孔芳师兄 我师兄都不敢得罪的任务 欲横风弟子林妃参见孔师兄 林师弟好身手啊 不敢不敢 是我一时冲动 坏了万宝楼的规矩 还请孔师兄多多包涵 打坏的东西跟你没关系 我还有事要处理 改天你来万宝楼 我再好好招待 多谢孔师兄 林妃先行告退 孔师兄 我也回去了 去吧 对了 咱们刚才聊的买卖 还算数吗 当人算 我这就去联系麦家 谈讨后 把晶晶送到师兄府上 那就有劳了 林妃 我说李师弟啊 怎么弄得如此狼狈啊 还用上雷火见绝了 这万宝楼本身虽然是件法宝 轻易弄不坏 可这墙壁弄得乌漆抹黑的 也不太好看 对不对啊 对不起 孔师兄 我没有对万宝楼不敬的意思 我只是 只是气昏了头 才胡乱出手的 李师弟说的哪里话呀 万宝楼和摩剑锋一向交好 这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啊 按照我万宝楼的规矩啊 你弄坏了东西是要招架赔偿的 那不好意思啊 李师弟 这是我师父定下的规矩 我恐慌做不了主 是是是 我一定招架赔偿 好 既然李师弟这么痛快 我就自作辱章 帮你把零头抹掉 多谢孔师兄 一共一千两百零食 回头我让师弟把账单 送到摩剑锋 多少 怎么 李师弟觉得贵了吗 没事 没事 我们再算一遍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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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兄算得自然不会有错 只是 我今天没带这么多零食 要不过两天 我再亲自送到万宝楼来 好说 好说 李师弟有伤 那为师弟辛苦一趟 送他回去 是 孔师兄 孔师兄 已经收拾干净了 辛苦了 孔师兄 那位林师兄明明也有错 你为何只罚了李师兄啊 魔剑锋和我们万宝楼 不是一直交好吗 有时放弃差的 才能得到更好的 不必可惜 更好的 林师兄吗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吧 李淳的雷火剑爵 本身克制他的寒冰剑气 可他指出一剑就中伤了李淳 这样的天赋 你见过吗 可我听说 他修炼的是万剑爵啊 万剑爵啊 不可能不可能 万剑爵我又不是没见过 一剑眼万法这种东西 就是骗骗小孩子的